今天本來沒有打算拍的 不過真的有很多網友給我好意見 第一我講話太快 然後我轉動太快 另外很吵或者是怎樣 我就買了一個新的麥克風 試試是怎樣的 還有我發覺我自己看的影片都黑一點 現在不知沒有改善 現在是弄了一些光線下去 看看可不可以 剛才我煮了一段時間想不如試一下 看看出來的效果怎樣 我都覺得好像光線光源不足夠 剛才我打算很簡單 牛丸跟著就是牛筋丸 滾起先說 很快就滾起了 其實我剛才已經滾起了一段時間 今晚吃什麼呢 公仔麵 現在先撈起它 牛筋丸我上次吃過很棒的 這個麥魚丸也是很有麥魚味的 看回我之前的影片就知道 現在我撈起它先 接著我隔起的湯 牛軟這樣做一下 然後我就再加點水下去 再煮滾去先 現在要做公仔麵 你看看 你說拍公仔麵也好拍 不要緊的 我看看平日你們怎麼開的 開公仔麵是否這樣撕開去 原來它設計是這樣的 看到嗎 它有個啞位 有個這樣的 其實是給你這樣開的 給你這樣打橫撕開去的 不適合手位 在這邊撕 看得你整件事是這樣 都不適合手位 整件事是這樣撕 這樣撕的 不太成功 但是是這樣撕的 然後你拿出來 是不是整件事 容易了很多 簡單一點 然後你不 這些甜蜜包 很容易拿出來 平日你就是 可能這裡開得不好 那裡開得不好 然後你很煩 其實很簡單 就可以拿出來 待會再倒下去 我自己喜歡 煮起湯 乾淨的時候 先不要放臉 先把麵放進去 我會先拌好這個粉 先拌好這個粉 那些湯是沒有膠質 像麵有膠質 我會先放進去 這個就是吃的時候才放 我們吃才放 我們先放 把麵放進去 因為水會沸 我會先淋下去 這個湯會清潔一些 而且沒有膠質 感覺好像健康一點 等我再多開包 看看是否會消灑一點 很簡單 很簡單 真的這樣開 是不是 拿麵出來 多簡單 水滾了 我會先用這些熱水 放進湯裡 剛才我煮牛筋丸 那些湯 我都留一點 少少下去 沒有所謂 你喜歡多湯 就多湯一點 先加進去 那些湯 跟那些 味粉 拌勻 剛才沒有水 我又再加點水 平日你可以煮大煮一點 剛才因為有牛筋丸的湯 我不想浪費了 所以我再加點水 再煮沸 煮沸 再加麵 這樣就煮沸 這個是外綠麵的 剛才我們很輕易拿麵 放進去 放進去 其實一邊深色一點 一邊淺一點 將深色的油炸 放回反轉 會好些 會更加 容易軟身 而且會煮得好些 反軟之後 我會蓋住 蓋子 焗一焗 等一分鐘 又看自己的火力 是不是 雪糍時那時快 已經是煮起了 現在我就會弄鬆它 先弄它 每個人喜歡的軟度 硬度都不一樣 我覺得最起碼要先弄鬆它 大家覺得今天畫面會比較光 同樣在這製作 我已經弄了很多次 給網友給我一些意見 我真的不懂 我都說伸手上路 對不對 OK 這樣就可以 撈到湯裡 撈起來 撈下去 拌均勻 你看看剛才我做起的牛丸 是不是很多油脂 牛筋丸 應該說牛筋丸 牛筋丸 很香 現在把它夾到碗裡 好了 大家一起試一下 我們想看看 燈光 聲音 或者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當然是希望大家跟我說 這碗 小公主她說不喜歡吃蜜魚丸 那就算了 這樣就 她的了 又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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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放下了看看是怎樣的 倒下去 倒下去 煮滾先說 聽下會不會有回音 現在她在煮了 我蓋著它 我開抽氣線 剛才關燈了 又可以看燈光 現在開抽氣線 聽下是怎樣的 好 現在呢 煮起了 如果不下火 它會滾死了 好 這段我可以先開抽氣線 看看它會不會有什麼情況 又是滾散它 又是看自己的軟 軟硬硬硬的程度 牛丸就弄好了 好 好 接著不如加進去再說 還有今次的進步 真的有腳架 那我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你經常說我看就頭暈了 好 現在先開抽氣線 要我先關掉 麵做好了 就放些材料上去 再放些材料上去 對 這片沒有那麼長 哎呀 飽好才說 那當然剩下很多 剛才忘了放那些 放不放就沒有所謂 你喜歡放就放 不放就沒有所謂 它就是這個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牛肉味 忘了它 放下去 之後便就可以吃了 大家給我一點意見 我認為燈光、麥克風的收音、噪音的處理是怎樣呢? 或是你們有沒有拍片的呢? 你們平常是怎樣處理的呢? 我都覺得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吃美食 又可以跟別人分享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已經開始了三個月了 我都很開心 我每天都很期盼拍片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多樣支持我 那我就先吃東西了 拜拜